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也会有阿嬷这个字哦 所以阿嬷怎么了 看看照片吧 大家看得懂照片吗 有一只手在背的后面 所以阿嬷怎么了 所以你可以说阿嬷背痛 不过我们不知道背 所以你可以说这里应该跟腰差不多吧 对了老师说的答案在这里 他的腰很痛 腰很痛 那你也可以直接说 他腰痛就可以了 两个都可以 请你选一个 需要再看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问几二吧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对了 你看到这里变成 不是腰了 是哪里呢 这里 你今天还记得这里是什么吗 好 所以你只需要把腰改一改 所以你可以说 我的头很痛 所以请听 你会觉得热热的 所以请说 慢慢说 不是动 如果你说动的话 请你改一改 痛 所以我们说的腰痛背痛 你也可以说 腰酸背痛 这个在上个初期的资料里面都有 所以你也可以说 阿嬷腰酸背痛 都可以 那我们说了 你也可以 全部动痛 那叫 人生酸痛 你也可以用 老师的资料都在 Google Drive上面 所以请你不知道的 忘记上次 说什么 上次没来了 请你先去看一看 如果看不懂 再问我 再问我 好吗 请看 阿公 哪里不舒服 不舒服又看见了 这里 三案四都有不舒服 你看得懂吗 阿公哪里不舒服 看旁边 这是什么 脚 如果是这里 就是脚 可是现在在上面 在脚的上面 所以你应该说什么 所以你可以说他的脚很厚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的腿很厚 腿很厚 因为我们学过腿和脚 所以你两个都可以说 对这是脚很厚 那我们也可以说腿痛 那我会建议你们写腿 因为你学过了 因为你学过了 对吗 他的腿很痛 在这里 你两个都可以写 选一个 选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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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来 阿公哪里不舒服 现在他摸着他的肚子 好 所以这就是第三个问题 第三部分 四个问题 大家都可以吗 现在来不及写汉字了 所以你自在答案 你听得懂 看得懂 你花时间自己写吧 所以现在写汉字可能来不及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次部分 说正确的句子 说正确的句子 所以请看 我们先一个一个看吧 如果你忘记发音 忘记声调 请你自己写 老师写声调给你 阿嬷 给我们来看问题 1 哪里 哪里 2 4 4 3 阿嬷 阿嬷 阿嬷是四手 所以我得 用没有像皮擦 阿嬷 四手 好 4 舒服 可以吗 所以你知道哪里 是问题 是问题 所以你应该要说什么了 请他们答案 答案是这样 新的句子 阿嬷哪里不舒服 阿嬷哪里不舒服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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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留着 拼音 看答案 我们可以往下 继续看 好 请看2 最棒 还记得点到吗 在这里 说话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 脱水的地方 最棒 我 我 肝 肯 肯 大家请注意 如果你写汉字 肯 右边的地方 是有勾勾的 有一个 肯 勾勾 所以请你们要记得写汉字 老师的汉字本 有时候可能跟powerpoint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问哪一个对 看我的powerpoint 我的老师的powerpoint 是自己做的一定对 所以请你看我的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比较好 看我的 好吗 看我的powerpoint 上面有很多汉字你都找不到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继续 所以我们都知道咯 都知道 汉字了 也不知道拼音了 声调也可以 所以我们来看答案吧 答案是 我嘴巴很干 我嘴巴很干 所以请你先写数字 123次 在这里 答案在这里 嘴巴的嘴特别难 你想知道怎么写 请你看我们上个星期的资料 或是功课 上面比较大 这里比较小 所以可能看不太清楚 好 我们继续看问题3吧 舒服 看了好多遍了 所以是舒服 阿哥 身体 阿哥 不 不 可以给你3秒钟 想一下啊 你知不知道答案 1 2 3 可以吧 好 那老师说咯 阿哥 阿哥 身体 不舒服 阿哥 身体 不舒服 可以去看答案哦 好 可以吗 好 你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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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词的时候都非常容易没有问题 同学你们的问题是说句子的时候说太说得太快 所以你的声调就不对 所以你说句子的时候也要很慢 如果说得很慢 还是说错 再慢 更慢 不要说得太快 要是你听到你的朋友 哦他说得很快 那他可能说得不好 好吗 所以请你不要被朋友想 请听问题4 没 我 力气 都是四声 也有很多人说四声的时候都变成力气 那就错了 所以你要说力气 很慢 全声 全声 可以吗 好 每一个声词都知道了 我们来看看 句子 请听老师说 老师说的也很慢 老师是这样说的 我全身没力气 我也说的很慢吧 应该是慢的 你再听一次 我全身没力气 老师不是这么说的 老师不是机器人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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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 我全身没力气 老师不是这么说的 我全身没力气 对 老师也休息 老师也休息 所以你也要休息 好吗 不要说很快 好 我们来看数字吧 数字看得见吗 好 还没有 我们再看一次 数字在这里 我全身没力气 我全身没力气 可以吗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要休息了 对不起 我比较慢了 我们快一点吧 好 请看五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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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休 洗 先 好 请你告诉我先做什么 所以先一定要告诉我先做什么吧 对不对 这是文吧 先做什么 好 所以你知道先和休息 要在一起 那你应该也常常说 休息一下 好 所以你知道先休息一下 是在一起的 最后 会一个字了 你 所以你知道是怎么说吗 答案就是这个了 你先休息一下 请注意 郁京老师说 哎 现在如果你正在偷偷练习 好 偷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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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不要说 请你用你的耳朵听我说 来 请听 你 先休息一下 是 是 你 先休息一下 所以 请你不要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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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说 嗯 慢慢说吧 好 所以我们的答案也有了 我们的答案在后面 数字 可以吗 好 我们的功课就结束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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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